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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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會兒我們分享了監視器的安裝 朋友們對這種可以直接在電腦上面監控的模式呢 感到非常有興趣 你看就是這種 說真的啦 監視器可以放到電腦上面看真的方便多了 就是有一種可以掌控全局的感覺 其實這個不會很困難 不過你首先要先建立一個米家帳號 其實用的就是米家系統 所以你非得有米家的APP才行 這個用Google Play就可以下載了 大家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下下來之後 在右下角我的那邊進行設定 地區你選中國或台灣都是可以的 然後在新增裝置那邊選掃一下 準備下一步 接下來我們要把監視器綁到這個帳號上面 雖然各種型號的監視器呢 它的綁定方式是有所差異的 但是這家公司的產品呢 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我們來回顧一下 首先你要先找到這台機器的reset 重置成功 正在啟動 請稍後 reset有的是用按鈕 有的是這樣子插下去的 但是它的功能都是一樣的 沒什麼差異 請用手機掃描機身標籤上的二維碼 記錄配置介面 等待連接 現在呢 按照這個小姐姐的指示呢 進行掃描 欸你看機型出來了 等待連接 其實它動作蠻快的不用太擔心 但我之前用那個黑背肌白背肌的時候 好像還蠻頓的 那這台N1就快多了 等待連接 那它現在要連接我們的Wi-Fi 所以這邊要給它密碼 它上次有說過這個密碼 我就欸不說了 跳過去直接按確定 哈哈哈哈哈哈 等待連接 請輸入四位數字密碼 6 1 2 5 來我們按照它給的密碼 給它按下去 應該每次都會不一樣吧 這個我一直不確定 等待連接 連接中 請稍後 無線網絡連接成功 帳號綁定成功 好這樣我們的帳號呢 就綁進去了 確定硬體完成綁定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處理軟體的問題 這個軟體的連接呢 我就放在影片下面的說明欄裡面 那你把更多內容這邊點開就可以看到了 點進去之後呢 會到米家的印度觀光上 看到一堆英文呢不用害怕 它只是跟你講說下載安裝 然後登入帳號就可以使用了 現在按下這個黑色的按鈕 就是立即下載 接著它自動就會下載 你看箭頭這邊 那下載完成之後呢 我們把它指定到我們要的 資料夾裡面 那我們下來的是一個壓縮檔 所以要用RAR把它解開來 好我們現在把解壓縮到指定的資料夾裡 這個隨便你指定了 如果不知道要指哪裡的話 放桌面上也是沒有問題的 下載下來的檔案記得把它存起來 因為這個不知道能夠用多久 還有這個有沒有資安疑慮 我就不知道了喔 如果你有顧忌的話就不要用 因為海賊網也沒辦法幫你做保證 所以我建議你照戶外就好了 終於把軟體的問題也處理完畢了 我們來測試一下 看我們安裝的結果如何 我這邊用的機型呢 有白背機 韌體編號在上面 還有黑背機 最後呢我們還有一個 雲台版的N1 那個韌體你要對上喔 有時候有些韌體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所以如果可以用的話就不要亂更新了 現在我們來啟動看看 安裝的部分我就不說了 就是一直確定而已 然後我也不想再重新安裝一次了 那進來之後呢 它總共有單窗 四窗 六窗以及九窗 四種模式可以選擇 它要用哪一種齁 看自己的需求 它這邊還可以用空間來做區隔分割 我們可以只看其中一個監視器 或把所有的監視器都給它點開 把那個播放的三角形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做連結 感覺那個速度其實不慢了 另外它這裡還有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把游標滑到監視畫面的下半部之後呢 它會顯示監視器目前錄影的狀態 連結到電腦之後最方便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朋友要來拜訪喔 我預先知道人快要來了 我們從監視器上面就可以看到 或者突然有人按電鈴的話 你可以偷偷看一下 是不是昨天被你踹的那一隻狗呢 今天它 嗯 它要來找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這裡就是它錄影存檔的狀態 我們游標拉下來之後呢 這裡有顯示的話 代表我們的記憶卡運作是正常的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24小時錄製或是移動錄製 其實我都用移動錄製而已 這樣子的話記憶卡比較不會那麼傷 還有這樣回放找問題的時候也會方便一點 還有我的那個黑背肌白背肌它版本 其實有衝到過 我有做一些處理 下次再說好了 是重刷那個韌體 今天先到這裡 我們先奏樂吧 這樣說 該把人沒有 它就有什麼 可能 我們又成功了 多是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階王 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 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左上角还有海贼王林文台 有空一定要过去逛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